下来关注国内政治 包括九名巫统部长的一众内阁成员 在日前发表联署声明 强调将继续支持土团党主席 丹斯里木尤丁继续出任首相 引起主张退出国盟的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 拿到不爱的不满 不爱就谴责这些巫统部长 公然违背最高理事会的议决 为了享受权力不惜背叛党义 他更扬言就算这些叛徒离开 巫统只剩下三人领导也在所不惜 不爱是在昨天透过脸书发文 呼吁党高层采取行动 对付这些违反纪律的巫统部长 不能够因为害怕分裂而妥协 党员更不会因此离开 他还预测风水轮流转 这些跳往另一边的叛徒 在吃干抹净之后 迟早又会背信弃义 此外不爱今早又在另一则帖文 呼吁伊斯兰党和土团党的国会议员 一同拒绝这个月26号重开的国会 沦为没有意义的汇报会 他提醒两党议员 不要忘了自己作为人民代议室的职责 就算党领袖要求晋升 但他们是人民临选出来的代表 理应勇敢发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